武汉市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第一批三处方舱医院已经投入使用 根据部署 从2月4日开始 武汉将再建8座方舱医院 专门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 2月6号上午 中兴社记者来到武汉体育中心 探访了正在改建的方舱医院 在训练馆记者看到 这里的床位和被褥已经铺设完成 其中还用隔板隔开分为几大区域 负责改建的项目负责人张文桥说 这个场馆改建方舱医院 他们总共花了不到40个小时 在武汉体育中心比赛场馆 记者看到 整个改建工作也基本完成 现场还有少部分工人在安装床位 武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区防治新冠肺炎指挥部副指挥长王阳 介绍说 武汉体育中心有两个场馆 用来改建方舱医院 改建床位达到1100张左右 同时还在设计改造方面 考虑以人为本突出实用性 两个场馆里面都实现了WiFi的全覆盖 我们还充分地考虑到这个 病患的它的洗漱 我们调集了这个集装箱 在里面就每个集装箱里面 安装了有10套洗水设备 然后尽可能的包括里面 我们有热水器还有空调 另外我们在后勤保障上面 我们是全程提供盒饭 就是我们送餐 包括我们安全保卫 我们有专门的服务能源 这个目前都已经全部到位 此外 王阳表示 在污水处理方面也考虑到污染的问题 在改建过程中按照环保的要求 做了细致的安排 我们对所有这个病患使用过的污水 包括这个洗漱的污水 我们都是进行了集中的收集 我们专门采用了这种零食的这种 那个污水处理池 然后通过三级处理以后 然后把它集中收集 打标排放 我们一共做了50个移动厕所 那么这个厕所里面 所有的这个粪便 然后我们都是经过 消杀以后 我们采用洗漱车 然后洗漱车在经过专门的处理以后 最后也是打标排放 王阳介绍 两个场馆的方舱医院 将于2月7日上午移交后投入使用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